我是洛基山区北域女校友会会长 李安1968年57级温班 我的学历 辅任大学食品营养学士 纽约大学食品营养硕士 丹佛大学电脑硕士 毕业以后在中华开放医院 任职营养师 后来在美国纽约市立医院工作 在1981年到Colorado 在Mercy Medical Center做事 后来转行进入电脑行业 毕业以后在Nrel Quest 最后跟随先生回台湾 到茂迪做资讯长 2013年退休 成立Rumba的姻缘 先夫袁淮在2015年去世 Dr. Green撰写有关袁淮的书 我就协助办理新书发表会 这新书发表会共有三场 台南台北及美国Denver 在台北的这场 对我的困难度最高 因为我多年在美国 后来又在台南工作 所以在台北并没有人脉 当我把这个烦恼 分享给美女的校友 他们说没有问题 他们帮我签了线 认识了会长陈矮玲 副会长陈宜芬 加上许多其他的校友的协助及支持 台北厂的新书发表会 办得有声有色 我十分感动 给与女校友们的执行力 及友谊的分享 在2018年初 怡芬建议并鼓励我 串立一个校友会 来服务洛基山区的校友们 这个邀约使我走出 上夫的痛苦及迷茫 让我有机会回馈母校 及服务社会 开始人生的新的阶段 洛基山区地广仁西 上至Montana,Wyoming 东至Nebraska 西至Nevada 下至New Mexico 要从何处着手呢 印着头皮 在2018年6月 在Denver召开筹备会议 号召校友们 及时广义 2018年8月 议决会名、规章、bylaw等事宜 9月份正式向联邦政府 及科州政府提出集会申请 2019年1月 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税务局 就是IRS的认可 及科州国务院颁发许可证 所以在2019年 洛基山区校友会正式成立 我们有Romba成立的大会 然后有干部受证 我们每庄月有践行活动 或者聚会、聚餐 在2019年我们办了一个讲座 得到桥界很大的支持 还有台北驻丹佛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张诗瑞也给我们很多支持 在疫情节今年 我们是以双月线上会议为主 然后在国庆日的时候 有办一个国庆的践行 我们干部除了我以外 还有秘书徐来 财务丙经活动组理方元 林轩王菲菲 Romba全力支持基金会的目标 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密切的合作 与此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